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故事也警示我们 千万不要轻易向他人 透露与自己有关的事情 尤其是下面这几个 可能会影响人生发展的秘密 一 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 人们难免会对自己曾经犯下的错误耿耿于怀 产生和其他人倾诉寻求安慰的想法 实际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 无论你多么相信对方 都不应该轻易地向对方暴露出自己存在的弱点 毕竟人心都是会发生变化的 过去无话不谈的朋友很有可能在一起经历过某件事情后发生分歧 在真诚地与他人交往之前 我们还要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意识 为自己化好交由底线明确 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够让其他人知道的 过去的事情早已经发生 再多的分享和传播也无法改变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 与其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 倒不如将这份痛苦藏在心里 让得时刻景景 我们不要再做出同样的傻事 轻易将这些会伤害到自己的事情告诉别人 无疑是在为自己日后的发展埋下隐患 一旦你和对方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或是你在无意中做出了得罪别人的事情 这些秘密就会成为对方要挟你的把柄 更何况不是所有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哪怕你真情实感的向其他人倾诉曾经的痛苦 对方也未必能够做出你想要的表现 遇到那些情商比较低或是极度自我的人 他们还有可能当场嘲笑 你的无能和愚笨进一步加深这件事情 对你造成的伤害 人非圣贤 熟能无错 每个人都会经历犯错的阶段 如果说成功是你人生路上的里程碑 那么错误便是你人生轨迹的勋章 有些错误无伤大雅 有些错误却会让你辗转反侧 永远都无法原谅自己 你可能总是失眠 忏悔着自己过去的举动 然而那些污点一旦形成 便会永远的留存 在你人生的这张白纸上 无论过去了多久 它都不会消失 如果你无法放下的那些错误 不妨用实际行动 好好去弥补过去的一切 当然 这些想法你自己知道就好 完全没必要告诉给别人 错误就像是人们身上的一道疤 只要隐藏在衣服之下 便无人得知 俗话说人心隔肚皮 有些人平日里看起来热情真诚 和你无话不谈 可若是某一天 你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裂痕 你旧日的伤疤 便有可能成为他手中的力气 当他再一次拿过去的污点 去伤害你的时候 一切都来不及了 二 自己以后的规划 并不是所有人 都具备规划人生的能力 很多人过得比普通人要更好一些 无非是因为他们拥有 更多获取信息的渠道 轻易将自己辛苦收集来的信息和规划 告诉别人 其实就是 在给未来的自己创造竞争对手 并且人生规划这种事情是相对私密的 并没有太多值得参考的地方 每一个人所拥有的家世和自身的能力 都是不同的 一个人的成功 并不能够完全复合到另一个人身上 与其主动和其他人分享自己接下来的规划与目标 向其他人借鉴成功的经验 倒不如去总结更适合自己的方法 远大的志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我们 让我们更加勤奋的朝着理想的生活去努力 在接近成功之前 提前将自己最终的目标告诉别人 很有可能会拔高自己在其他人心中的形象 倘若未来在实现计划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 我们也没有太多可以后退的可能了 尤其是做事情三分钟热度缺乏坚持品质的人 更不能够过于频繁的向其他人讲述自己的规划 要是你每次都不能顺利实现计划 对方就有可能怀疑你是一个不靠谱的人 从而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 学会将未完成的计划放在心里 等到所有的事情都成功后 再向其他人炫耀才是相对正确的做法 就算那时的我们没能顺利实现愿望 也不会因此对现实生活产生太大的影响 三 实际的收入水平 金钱是一个让人觉得尴尬 却始终无法回避的话题 一旦我们没能协调好金钱和感情之间的关系 就有可能给他人留下不好的印象 平时和家人朋友相处的时候 我们也要学会适当保存实力 不要轻易向其他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收入水平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我们能够过得更好 那些能够和你结实并成为朋友的人 大多都和你拥有同样的起点 看到同一个起跑线上的人 过得比自己更加优秀 难免会让别人出现强烈的挫败感 太过熟悉朋友的经济状况 也会为彼此的金钱借贷方面提供更多便利 当你满怀欣喜地规划自己的存款 想要用于买房买车或是生活消费时 朋友突然出现找你借钱 事情就会变得尴尬起来 借给对方太多钱 我们就会陷入到莫名的忧虑当中 怀疑对方无法顺利归还 借出去的钱太少 又会让朋友质疑这段感情 认为你并没有看中两个人多年的交往 不论你怎样处理 这段感情 总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金钱纠葛越走越远 在这个现实的社会 很多人会以财富 来衡量这个人或这个家庭的综合能力 也因为财富的多寡而高看无视对方 为了获得那点被尊重被重视的优越感 一些人总喜欢将自己爱人或子女的收入 只为高调地告知周边的人 甚至时不时在朋友圈晒下自己的房产 车子或名牌包包 孔雀展开美丽的羽毛时 也露出了他丑陋的屁股 财不外露 富不露相 在展示家庭收入财富 获得优越感时 其实也将自身的弱点暴露了出来 人性是善度的 见不得别人过得比自己好 难免背后使坏 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灾难 那么家庭收入比较低 就不怕告诉别人吗? 当然不是 人有时就是这么奇怪 你穷他看不起你 你富他极度你 家庭收入低的困顿 很多时候得到的不是感同身受 而是腐蚀 并且很多朋友 亲戚关系 涉及到金钱利益 都变了倍 与其在这方面自寻烦恼 不如必谈家庭财富 不外露 不哭穷 不卑不亢 不将金钱利益 作为结交的基础 4.家里的杂事 现代人的生活并不轻松 每一个人都为了活下去 精疲力尽 根本没有太多精力去关注 其他人的家世 那些对你的私生活感兴趣的人 很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要凑热闹 尝试从你这里听到 过得不好的消息 安慰那个活得不够幸福的自己 轻易将自己家庭中的悲剧告诉别人 会降低你在旁人心中的形象和地位 很少有人能够保证完全保守秘密 或许要不了多久 你的痛苦就会成为其他人快乐的源泉 很多时候麻烦并不是从天而降的 而是我们在无意之间自己造成的 学会守住自己的嘴巴 不要轻易向其他人透露 上面提到的这几件事情 能够更好地保障我们的生活 避免绝大部分人际交往上的麻烦 俗话说 家丑不可外扬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一个家庭 婆媳 兄弟姐妹 周理 各种关系 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 有些问题 可能并不严重 但是被人别有用心或曲解而传播 利用 反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误解 麻烦 另外 当你向周边人倾诉家里的各种矛盾时 可能获得的不是对方的安慰或解决办法 而是背后的嫌弃 甚至被失作负能量者而舍弃 有时候 一些家庭矛盾憋在心里很难受 那就找自己的父母倾诉一下 他们才是最能体谅自己 最希望自己过得好的人 或者怕父母担心 无法理解 不如就放飞自我 利用旅游 学习或其他娱乐方式来消遣 排解一下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